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不小的涨幅 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0.5%和0.9% 欧洲三国英法德普遍也有上涨 涨幅略小一些 大约只有0.1%至0.7% 但是在美国时间段 美国三大指数则出现了小幅的下跌 跌幅也不是太大 最多的跌了0.8% 最少的道琼斯跌了0.2%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没有出现太大波动 依然是在1490美元附近 比特币价格始终是在8000美元上下徘徊 石油价格由于欧派克组织宣称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产量 因此油价昨天上涨2.5% 回升至54.30美元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圈来说一下的就是有关澳洲降息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五个月时间 从今年的6月到现在 澳洲央行为了刺激经济 已经连续降息了三次 在五个月时间里面降息三次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之快 这说明当时澳洲经济也是应该说是比较危险了 所以央行才不惜连续降息 快速拉动经济 那么在过去三次降息之后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已经恢复了很多 悉尼和墨尔本的二手房拍卖率 包括了成交价 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回升 可惜这次因为政府没有配合 同时拉动基础设施建设 要不然的话 澳洲经济可能恢复的会更快一些 那么说到了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知道 几乎咱们所有的华人都会吐槽 澳洲的建设速度太慢 像墨尔本造个地铁 尤其是机场到市中心的地铁 现在规划出来 据说要造十年 而且根据我们的经验 它如果说是十年 实际造好可能就是十五到二十年 造好了 我都快六十岁了 那时候还用不上地铁 像悉尼市中心短短三公里时间铺个轻轨 居然铺了三年之多 这个速度要是放在中国 说不定一个月就完工了 那么为什么澳洲的速度这么慢呢 是他们效率太低吗 那么其实并不是这样 在中国和澳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 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 在澳大利亚 任何的投资 不论是政府投的钱 还是私人企业承包 他们都会做一个 这个叫做呢 有价值报告 换句话说就是 我投资这个项目到时候能不能回本 如果不能回本 很有可能呢 他就不投了 但是在中国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 并不是以钱来考虑的 中国的高铁系统里面 除了金户线以外 绝大部分的线路是亏钱的 中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 目前的城市地铁设施 绝大部分呢 每年也是需要倒贴补助的 那为什么是亏了钱还得造呢 当然了 在中国方面呢 这个金钱不是第一考虑的 但是在澳洲 这就是成为了首要考虑的目标 由于澳大利亚的人口非常有限 只有2400万人口 因此 应该说在我们的有生年纪之内 是永远看不到悉尼和墨尔本之间会出现高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2400万人 可能长期流动人口不到10万人 在西尼和墨尔本之间 靠这10万人流动人口 目前的飞机已经足够了 再搭上几千个亿 搭上一条高速的这个高铁 基本上每年的维护费用是不可能指望的 靠卖票能够收回来的 所以在这么少的人口基数成本之下 任何的事情就会放慢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知道呢 像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机场 墨尔本机场到市中心的地铁 或者说是铁路要修10年 第一是因为每年政府预算有限 他比如说今年只有100块钱 那我最多只能花103或者105 也就是超之3%到5 并不可能超之几倍 所以他每年的预算花在铁路上是有限的 第二就是人口 虽然现在墨尔本人口已经有400万 心里已经有500万 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能够 我们做的这个可行性报告里面说 以400万人口来衡量 机场线的运营每年所需要的开支 还是要亏钱 所以为什么要慢慢造 慢慢造等到10年 就是因为预计10年之后的人口 可能会达到接近于500万人口 而那个时候这多出来的100万 有绝大部分是新来的移民 将有很大几率会使得新的铁路系统 能够收支平衡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 所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 大家就清楚了 第一没钱 每年只有这么点钱 所以每年只能造半公里或者一公里 第二就是需要考虑收支平衡 如果我现在造完了 每年得往里倒贴钱 贴10年 说不定10年之后才能收支平衡 那与其这样我还不如 现在不借钱 每年就造那么一点 10年之后刚好 它就平衡了 所以说考虑事物的角度不同 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光看现象 要透过现象来发掘本质 你说真的给他们逼急了 在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二战时期 也能够在一年时间 造几百万辆的坦克 几千万辆的坦克 都可以造得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效率问题 而是我们说的是否值得怎么去做 再来说一个说回澳元 我们知道有人在问 澳洲现在已经只有0.75了 还会向下降吗 澳大利亚的经济 目前最大的影响来源于哪里 那就是中国经济 因此中国经济好 澳洲经济也会好 中国经济如果继续放缓 那么澳洲经济也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好了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到底是反弹了 还是在放缓呢 在本周出台的数据依然显示的是 中国第三季度GDP已经达到了最低的速度 增速只有6% 因此在这样的走势情况之下 澳洲的经济很难短期内实现快速反弹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起稳了 反弹了 那么澳洲的澳元也可以不降息了 如果这个下滑继续再延续 那么降息未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再来说第二个话题 就是有关我们知道 在去年我们推荐那个股票 我本人也是亏损严重的AMP 我在3块2毛钱买入 第二天它居然就卖出了资产 直接亏了20% 当时我也是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前一天买入还没成交 第二天它居然就已经亏了20% 但是我们知道AMP的股价 也从当时我买了3块2 去年跌到现在今年最低的时候 不到1块6 拦腰对半坎 然而在过去四个交易日中 AMP的股价连续出现了四天上涨 而且我本人目前也是再次看好AMP的股价 为什么呢 有两大原因 第一 它的股价在经历了一年的下跌之后 目前在上周五 终于出现了第一次的反弹上涨型号 这是第一 第二点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虽说它现在的确还在亏损 上个财报的显示还在亏损 但是它最近成功的筹集到 接近于62亿澳元的资金 来做它们的封闭式基金 我们要知道 如果一个公司 大家不看好它 或者觉得它要完蛋了 是绝不可能继续投钱了 AMP能够融到62亿澳元 这个天文数字 也就说明了很多投资者和国际资金 依然看好它 所以在目前的价格上 我个人觉得 我们可以考虑以少量资金进入 如果它的股价能够进一步上涨 达到1块9毛钱以上 我们可以接着继续跟进 那么呢 当然了 这个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我在去年在这个公司上 亏了30% 幸亏后来割肉 换到了Up Pay 但是在今年 我在1块7毛8再次杀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再过两三个月之后 我到底是赚20% 还是亏20%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本期内容 如果您对于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所兴趣的话呢 欢迎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